3 2 1 请试北 马上就又要春节过年了 文化部文资局的1916公方 2022年1月18号开始 推出一场名为曲间观异的传统艺术展览跟表演 其实文资局从2013年开始 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办文资传承活动 吸引很多艺文人士跟民众参加 这一次在台中市复兴路文资园区 举办的1916公方培育成果展 特别以文资传承活跃创新为目标 邀请许多著名的艺师传统艺文团体参加 民众可以利用1月18号到2月28号的期间 一起来感受文资艺术之美 所邀请的张宪平老师 还有林吴素霞老师 还有史嘉强老师的这些培训的成果 包括他自己的作品跟学生的作品在这边做展出 那我们这个展出的场合 是在我们1916来这边做展览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到2月底都有这个展览 尤其过年期间 这个地方我们还会开放 这一次文资局1916公方的展览 以编、色、月为三大主轴 展出国宝及竹藤编织艺师张宪平 七桃器工艺家史嘉祥 南管戏曲保存者无数侠三位大师的作品 主办单位台中科技大学 还特别展出传席课程学员的56件优秀作品 让民众观赏跟了解传统工艺美学 体会文化价值 共同来关注传统工艺的保存跟传承 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呢 主要的重点是由我们的国宝艺师 还有我们的工艺家来当做老师 那学员的部分呢 当然包括到我们的小学的校长 还有包括我们1916的这些进驻的创业团队 创业家来共同的去做一个跨领域的学习 那我们想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资产的 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呢 再带到更普遍的这样子的基础教育里面 文化部文资局表示 这一次曲间关于的传统艺术展览 除了有静态展示之外 还有精彩的戏曲演出跟文资讲座 还结合了文创品牌市集 欢迎民众前来文资园区参观 感受欢乐轻松又丰富的传统文化氛围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